出来了啊怎么样呀报告拿出来了吗啊拿出来了啊怎么了 就是怎么结果 确诊了吗不大好 啥也不大好里边就有个肿瘤不可能 真的啊我看看呢报告呢 那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不可能 他说的肿瘤他说到明明天要住院治疗 明天啊 那我看我看看什么 明天要你请个长假吧 不可能 哎真的啊报告让我撕了让我撕了我气的 撕了你撕了干嘛 撕了我就心里边就害怕嘛我寻思 反正明天就住院了有什么事我明天问医生就更好 你报告不留着给医生好看吗什么情况 哎他知道那个医生知道明天办理住院手续就行了 我才不相信呢 你骗我呢吧不是骗你你现在就是病了怎么弄啊病了 病了那就住院就治呗我看看报告 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你故意的不是故意的 明天你请人家照顾我吧 行不行 不行 我看看报告 快点哎呦可以是算我撕了 就是病了以后怎么弄啊 现在就是病了就去治 也死不了人 要是不能生育了呢以后 不能生育了再有孩子呀 要是确诊了 我你能不能给我分手啊 分绝对分 早就已经分了好不好 快点拿报告 这哪有事啊 这不正常吗 对啊前列线大小形态正常 就是大小正常就不正常 这不一致吗 什么一致也不好 未见异常信号完整正常 未见异常信号未见异常 正常这不是吗 哪正常 这不都正常吗 盆腔这个什么MRI 未见明显异常是不 哎呀他哪回事啊这是 这啥一毛病没有啊 他说是检测错了 啊谁检测错了 就是误诊了 谁误诊了 就是你去茶艇那个地方 对 那他做那个彩唱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阴影啊 但是做彩唱的时候 有好几个医生都去看了 然后都说没见过这样的 然后我就害怕了呗 给你吓得要命啊 他问我前列线开没开过道 我说没有啊 但是我前列线确实没开过道啊 那这边医生怎么说的呀 这边医生就是说误诊了 误诊了他怎么能误诊呀 他做那个彩唱 他肯定是看见东西了呀 对啊 不光做彩唱了 还做了个钢枕 彩唱也能看出来有东西 钢枕也能看出来有东西 这是咋个事啊 我之前做耳鹅的时候 不是要取一块皮吗 在大腿内侧大腿根那里面取的 对啊 然后他拍做彩唱的时候 把他给拍里边了应该 他都拍着大腿 那我不知道 反正是那个医生说的 有可能就是就是就是他 失误的也太大了吧 你得回去告诉那个擦体中心呀 是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啊 不能找人家 这是咱自己的原因 不能去找别人 那咱咱是咱自己的原因吗 那是他给咱检查失误好不好 这失误那个东西他 当时是穿着裤子检查的 他又不是说怎么检查的 不能怨别人 对就怨你 那 这下放心了是不是啊 没有事是吧 啊 啊 吓好了那睡着觉了 吓了我两天 你干妈在家也跟着担心受怕的 我爸我妈也干担心 我姐我都都跟着担心 对啊 他关键是那个报告上写的那个还挺大的 对啊 3.8 乘多少厘米 对 你说你这大扯根动物手术还影响前列线吗 他可能是在他旁边 他离得特别近 所以是他扫描的时候 他可能就扫上了 因为你这个动物手术这一块 他肯定是不正常的呀 你虽然说外边长好了 他他里边应该是不正常的 肯定是不平整啊 或者是怎么回事啊 就那一片 你让这个茶题给闹的 这几天整的 人心惶惶的 爱情都花了这么多钱 没事 没事 我还得感谢这次茶题呢 因为这次茶题可能爱情都保不住了 虽然说多花这钱 然后是个误诊 我感觉 爱情保住了还是比较值得的 你说保住了 我说保住了 我还没同意呢 你别 还满 亲了一嘴那个逆子粉 行了别担心了哈 有点事了 那你以后得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知道 行 什么毛病不能说 对 早上还是吃饭 晚上还是睡觉 行 其实我挺感谢这次误诊的 都说夫妻大难临头各自飞 你不但没飞 而且还紧保护我 照顾我 安慰我 确实挺好的 挺感动的 那你不是一样也照顾我吗 我生病了 对啊 再来以后就是 一下子 你也不看 他有什么一样 也是 你不看 帮助你 你不看 我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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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 你不看 你不看 我用这个 你不看 我用这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